我來討論一下什麼叫做Ronskin Ronskin這個專有名詞 因為在有一些場合常會用到 所以我需要把這個可能的定義要弄清楚一下 這個Ronskin的定義是什麼呢? Ronskin的定義是這樣子 是一個跟行業式有關的一個運算規則 我說我現在想知道Y1Y2的Ronskin說什麼的話 那就是把Y1Y2放在這個行業式裡面 第一列放面微分的Y1Y2 第二列放一次微分的Y1Y2 這樣就好了 然後交叉相似再相減 那如果是要算三個函數的Ronskin呢? 三個函數的Ronskin就是一個三乘三的行業式的一個展開 第一列放沒有微分的Y1Y2Y3 第二列放微分一次的Y1Y2Y3 第三列放兩次微分的再多一次微分的意思 同理可推 四個五個 我們就推N個了 同理可推 現在如果有Y1Y2一直到YN的話 它的Ronskin是多少呢? 它的Ronskin我們寫寫看 第一列放Y1Y2…一直到YN 再來這個第二列 第二列的話放一次微分的Y1Y2…到YN 然後這樣子一直往下微分的話 最後一列應該是微分幾變呢? 不是微分N變 就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最後一列應該會比原來的數目少一次 原來是三個項數的話 最後一項的微分就兩次微分 原來是兩項的話 最後一項的微分是一次微分 現在是N項的話 有兩項就一次微分 有三項就兩次微分 有N項就N-一次微分 N-一次微分 N-一次微分怎麼寫? 寫成瓜5的N-1 這個代表N-一次微分 這邊寫一個瓜5N-1 代表N-一次微分 點點點 這邊寫一個YN的上面右上角 寫一個N-1 代表N-一次微分 好,這個定義需要去記一下 不過很難記 因為常常用到 所以請同學留意一下這個定義 BGM-2